现在勾这个叶子下的绳子部分 然后这里呢 我是挤25个变分针 这个长度的话 大家挤22到25个都是可以的 挤完长度之后 连这个花朵的时候 是在里面扣一个结 这样挂住的 那看一下 首先呢 还是先扣一个活结 穿到行圈里调节一下 左手挂线 挂线方法呢 也可以像这样 将线放在小纸的上面 这样夹住 然后试制带线 两种挂线方法都可以 这样捏着线底边 勾针这样绕线 从勾针上线圈里 把线勾过来一个变的针 绕线勾过来第二个 绕线勾过来第三个 这样一共勾22到25个都可以 接着 4567890 11121314 好 这里我是起了25个变的针 勾完之后呢 将这个线领出来 后边直接剪掉就可以了 先放到一边 最后勾完花朵的时候 给它连到一起 然后现在我们勾这个花朵 花朵呢 是环形起针 勾四个短针 拿好线头 然后我们这样 左手挂线好 将线放在小纸上面 持指带线 然后这个线头呢 在中指上 绕一个线圈 捏住线 交叉点的位置 勾针穿到这个线圈里 放在线的上边 然后绕线 勾过来 勾一个变的针 绕线 勾针上线圈里勾过来 这个变的针呢 是作为短针的起立针的 然后在手指套入的圈里 勾四个短针 穿到线圈里 然后绕线 勾出来勾针上两个线圈 绕线勾过这两个线圈 一个短针 第一圈呢 一共四针比较少 这里我就不关机要扣了哈 大家要知道 这是第一针 你看一下 针母 然后再穿到线圈里勾过来 第二个短针 三 四 好 四针勾好 你入支片 这种线头将这个圈收紧 然后这样拿过来 和这个第一针呢 连接 你看这边是四 三二一 我们这样穿过这个第一针 穿过这个针 线头放在勾针上边 像这样 和圆片捏在一起 勾针这样照线 把线勾过来 勾针上两个线圈勾 引发针 前面线从后面线圈里 直接勾线过来 后面呢 给它这样拉紧 第一圈勾好 然后接着勾第二圈 是四个短针 加针 加针呢 就是在一针里面 勾两个短针 首先呢 还是要勾一个辫子 所以短针起立针 穿到刚刚这个第一针里 这样穿过去 线头还是要放在勾针上 藏完第二圈就可以剪到了 勾线过来 勾一个短针 在第一针上 挂上脚口 同一针 也就是还是这个位置呢 再勾一个短针 这样在这一针里呢 勾了两个短针 这就是第一个短针加针 然后接着下一针 穿过去 线头放在勾针上 勾线过来 一个短针 同一针 再勾一个短针 这就是第二个短针加针了 接着下一针 穿过去 勾第三个短针加针 先勾一个 同一针再勾一个 接着第四个短针加针 下一针穿过去 先勾一个 同一针再勾一个 这样你看一下 四个短针加针呢 就勾好了 然后我们在这个最后一针上 挂上记号扣 这一圈勾完呢 一共八针 注意这里呢 这个地方就不要再穿针了 我们四个短针加针已经勾完 大家不要再多勾了 然后和这个第一针连接 穿到这个第一针里 然后勾成这样绕线 把线勾过来 勾引把这连接 这样直接引把过来 后面拉紧 然后这个线头呢 就可以剪掉了 已经藏好了 记得是勾第三圈 勾完之后 你看把这个形状这样捏过来 这个是落在外面的 好 然后我们接下来 就是这样捏着勾 像这样 然后第三圈是一个短针 一个再正为一组 一共勾四组 首先勾一个变 做一起的针 取下第一针记要扣 第一针里呢 勾一个短针 然后在第一针上 挂上记要扣 下一针 勾短针加针 穿到下一针里 先勾一个 同一针呢 再勾一个 这就是一个短针 一个加针的第一组 按照这样的方法 重复 勾好四组就可以了 接着第二组 下一针勾一个短针 下一针勾加针 先勾一个 同一针再勾一个 接着是第三组 下一针一个短针 下一针勾加针 先勾一个 同一针再勾一个 接着第四组 下一针勾一个短针 最后一针取下记要扣 勾加针 穿到这一针里 先勾一个 同一针再勾一个 这样第三圈呢 就勾好了 在最后一针上 挂上记要扣 好 注意这里就不要再多勾了 你每勾完一圈 就是到你最后一针 记要扣的时候呢 这一圈勾完就已经完成了 好 然后和这个第一针连接起来 那接下来的四五两圈 勾法是一样的 是12个短针 那么这样 另一个变子 做一起一针 穿到第一针里 勾一个短针 挂上记要扣 下一针勾第二个短针 这样每一针里 勾一个短针就可以了 接下来第三针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最后记要扣 取下来勾第十二个短针 那么第五圈呢 和第四圈这个勾法是一样的 大家呢 自行完成一下 就是一对应的 去勾短针 和第一针连接 好那我就继续勾第五圈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 十二 好这样这个第五圈呢 就勾好了 然后接下来勾第六圈 是勾简针了 首先勾一个变子 做一起的针 按照一个短针 一个简针 唯一组 用勾四组 第一针里勾一个短针 挂上继绕扣 下一针勾短针 这里呢 我们用到隐形简针的方法 看一下 我们就是从下一个针母 穿中间穿过去 跳靠近我们的一根线 好 然后下一针呢 这样勾针这样扭过来 从下一针 这么中间穿过去 跳靠近我们的一根线 然后勾针这样绕线 把线勾过来 绕线勾过这两线圈 一个简针 这就是第一组了 按照这样的方法 一共勾四组 接着下一针勾一个短针 然后再勾简针 下一针 这么中间穿过去 接着下一针 这么中间穿过去 绕线勾过这两个线圈 再勾过这两个线圈 这就是简针 接着勾第三组 第四组 取下这个记号扣 数圈出的时候 就从底边这个小圈 一二三四五六 然后接着我们继续勾 第七圈 就是要勾这个画半部分了 首先勾一个变 做一起离针 穿到第一针里 我们在第一针里呢 这样穿过去 勾一个短针 好 接着是绕线 还是第一针里 穿过去 勾一个中长针 然后绕线 还是这一针里 勾一个长针 这样大家看一下 在一针里呢 是勾了短针 中长针 长针 都是在这个位置 然后接着 在下一针 那你就找到 这个下一针 勾一个长针 中长针 短针 这个弧度呢 在由高到低 过度过来 绕线 下一针穿过去 勾过来 勾一个长针 然后绕线 还是这个位置 勾一个中长针 然后还是这个地方呢 勾一个短针 你看一下 这样这个画半呢 就勾好了 我们按照这样的方法呢 一共勾四个 下一针 勾一个短针 绕线 同一针位置 勾中长针 绕线 同一针位置 勾长针 在这一针里 是勾了三个的 然后接着 绕线下一针 勾一个长针 一个中长针 一个短针 好 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 我这里已经给大家 讲解两个了 剩的这两个呢 大家自行完成 把这一圈勾好 这一圈完成之后呢 然后直接在第一针里 绕线勾出勾银 麻连接 将这个线理出来 然后留一点线 好 剪掉就可以了 将这个线理出来 然后拉紧 然后再穿上缝针 把这个线图呢 围绕这个边上 给它这样藏线 前面呢 藏线方法有多次 讲解过 大家自己藏一下 然后呢 我们这个花朵呢 就是要勾两个 按照这样的方法 再勾一个哈 勾完之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组装的方法 就是把这个配件呢 给它全部的组装到一起 然后大家把剩下的这个 另外一个花朵勾好 然后再买 wait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因为当我们还可以